好 那麼繼續呢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了 這個是在臺灣 我們來看臺灣 過去你還記得嗎 這個顏凱泰 這個已故的這位這個董事長 他曾經說 他很希望在臺灣 也可以有汽車的一個工業 那還很認真做 但那個時候你會覺得 好像他沒有把這個夢想完成 但是我們來看到 這時空背景完全不同 現在此時此刻 臺灣的一個造車工業 是不是正要蓬勃發展 我們來問國正哥 對 上個禮拜十二月三號 是他過世四週年 育農最慘的時候 在前幾年 一年股東會就打掉 藍百四十四億 因為納智傑 所以非常慘烈 很多人說說 臺灣人口少 市場小 我們不配擁有夢想 我們是一個不值得擁有夢想國家 但是我們現在去現場看 其實神車真的問世了 我們看下一頁 銷售量真的非常的驚人 納智傑在顏凱泰過世 四週年的話 用一千塊預售 我這裡還是提供一千塊預售 總共賣出了兩萬五千台 這麼大的訂單 而且可能會在 有機會在二零二五年賣到了五萬輛 很多人就會說 其實預售 特斯拉當年是預售 那我們也真的去問說到底誰去買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臺灣供應鏈 為什麼說十萬個供應鏈都加進來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例如我們跑到康蘇 康蘇是人保集團的 他在做所謂的充電裝 他就會說我們當然要支持這個國產車 因為有他 我才有辦法測試所謂的快充 不然我跟誰快充 那我們去訪問台南訪問傅強心做唯一一家上市櫃的 所謂的塑膠射出機 他所有的迎賓車全部都用納智捷 而且納智捷也推出 他就去預購 接下來他要賣卡車 我要把所有的卡車換成納智捷 因為如果他有做 我才可以活下來 因為這會影響到 不是嚴加的兩代人的夢想 而是臺灣幾萬個工作機會 超過十萬工作機會 跟幾千家的供應商 支持國產車的 對 講了這麼多夢想 我要講說神車不是也沒有那麼神 其實講來也是讓人家覺得好笑 因為他其實賣一百萬 納智捷能賣得好 是價格很深 不是車子有多省 價格很深 對 價格很深 因為他只賣一百萬 那如果我們講純電動休旅在臺灣 如果現在已經有上市了 大概一台就要賣到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的街 這個位街 所以他其實是車子不打算賺錢 是靠生態系來賺錢 什麼叫車子不賺錢 他車子沒打算賺錢 對 沒有打算賺錢 只靠生態系 就育龍汽車 如果育龍集團 他研發是靠鴻海 所以研發的經費其實是洪華那邊去單區的 他車子靠所謂的育龍融資 或者還有新東亞海上保險 當然防疫險賠了一些 賠了很驚人 但是他還是有保險 他有很多服務體系 甚至他還有育龍城 你維修車子的話 還可以去購物 所以他靠的是整個生態系來賺錢 所以一百萬以內真空帶 沒有別的競神對手 等於是我車送你 但是我從其他的地方來賺錢 對 所以他真的是用神車割喉戰 來形容這件事情 不過我講完這個大家也不要高興 因為中國神車也進來了 也是育龍集團引進的是中華汽車代工的 在揚梅 那我每次現場去看的 其實也蠻悲哀的 其實揚梅以前在九六年的時候 一九九六年也可以坐十二萬輛車 現在只坐十萬輛左右 其實油營工本來滿滿的三班變一班 對 產能都閒置了 而且日本的山林也沒有辦法開發出好的車子 第一時間來給台灣的中華汽車來做代工做生產 所以他產線都是閒置 如果要讓產線讓台灣的人有工作機會 必須要引進新的車款 所以典範正在轉移 我們看到歐美車廠的銷售量在往下降 比亞迪還進攻到日本去 那代表什麼 中國車確實有它的競爭力 所以又引進了MG進來代工 結果也創造了神車的銷售量 對 車子也沒有多神 是價格也很神 因為它的車價定在九十萬 如果有自駕2.0的 我講燃油車 自駕2.0以上的都要一百二十萬 到一百一十萬左右 等一下它便宜了二十萬 如果講可引進兩款車 第二輛叫可充電式的油電混合車 它賣不到一百二十萬 我們同街同樣一樣差二十萬 所以是一百四十萬差了二十萬 它的車就有要賺錢了吧 車也不打算賺錢 也是靠深海系來賺錢 因為要填充產能 那中華汽車 我這裡還要講 中華汽車其實原本預估 也不打算賣得很好 沒想到賣這麼好 它其實原本預估 一個月只賣一千輛 沒想到第一個月就賣了兩千輛 第二個月就賣了四千輛 那兩千輛這是什麼概念呢 台灣賣最好的休旅車 同一級距的休旅車 一個月頂多賣兩千多輛 它已經打敗了本田跟日常 跟所有還有福特 這些所有車廠 它其實是第二名 但是交不出車子 網友會來質疑 我說沒有兩千輛 它只交出三百多輛 因為真的沒有預估 要賣這麼多 所以真的還蠻慘的 那我就要來看這張圖 為什麼這兩樣神車 對台灣的造車夢有這麼影響 因為影響非常的多 經濟部預估 如果我們沒有去打這場仗 這樣我們會影響到造元產業 因為我們不打算從車子賺來的錢 我們靠什麼賺到錢 你看周邊 當我們有5G跟這些的 所有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靠周邊的生態細節賺錢 所以會有上造的產值 那如果沒有去打這場仗 真的非常的慘 如果到了八年後 新人員車會賺四千萬輛 也就是說整個規模上造 我們真的沒有這輛車不行 那純電動車會越來越高 那汽油車只剩四成 那台灣如果再做不好 做不大就真的倒下 我這裡還是要提衝一張圖 MG很神 MG真的不神 他在中國其實是排在後段班的同學 如果我們真的把純電動全部抓出來 世界上最好的電動車 或賣到全世界賣得很好的 現在最好的是比亞迪 那比亞迪真的去征服投個塔了 比亞迪的王傳福 每天做的事情 我要做豐田式的管理 我做的車子是豐田的Lazer式 我每天做的品質 就是要做到像TOYOTA車子 結果比亞迪現在是 世界的新人員車的第一 電動車第二名 為什麼 他就是一路要追著TOYOTA 所以他現在敢去賣到日本 代表他有這個競爭力 那我們再把全市民攤開 MG排到後面 那代表 在這個價格區間帶 這麼割喉的價格 中國跟台灣的神車 必來一戰 如果我們打不贏 我們可能就會失敗 我們以後就真的 連國產的機會都沒有 以後就是直接進口 十萬工作機會 可能就沒有了 那麼這個馬斯克呢 他近來呢 我們看到他短暫跌出世界首富 那當然是因為他這個花了點錢嘛 他去這個買了這個推特嘛 所以呢他的凈資產 這個減損了七百億美元 然後呢 之前又有一點股價的波動呢 所以他短暫的被追上 但是呢又回來 好但無論如何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聊的是 據說他找到了一個 他心滿意足 很滿意的接班人 而且你看看 這位來自這個中國的 這個我們的黃面孔 他叫做朱曉彤 那這個朱曉彤呢 被他清點接班 他到底是什麼來頭 我們趕快問問昌星哥 朱曉彤現在呢 他已經升任是全球 Tesla的副總裁 而且呢是大中華區的總裁 大家也知道Tesla在中國賣的 還不錯嘛對不對 所以呢他可以當到大中華區的總裁 這真的是清訂接班人嗎 非常有可能 我們看到了這個朱曉彤呢 你去查他的資料呢 並沒有很多 而且他不是什麼名校畢業 對 可是他從2014年進入特斯拉之後 當年從操縱充電樁的區域總裁 一要就變成什麼變成是大中華區的總裁 為什麼 因為他基本上做了一件事情 做得很棒 就是他從2014年到2019年之間 從充電樁 把中國的超級工廠整個建立起來 那2019年超級工廠建立起來之後 他就完全拿到了這個大中華區總裁的位置 是 那過了這幾年呢 其實三年從2019到2022對不對 現在的特斯拉到了今年為止 中國到8月已經生產出100萬輛 等於是全球最大的工廠 所以現在很簡單 馬斯克 我現在德州的工廠 要做了新的電動皮卡 朱曉彤你從中國帶人來 來德州來幫我管這個工廠 幫他量產 對 幫我量產 所以就有很多人說 也許朱曉彤就是接下來的接班人 可是馬斯克有一個重點就說 研發還有這些所謂的自動導航 不一定給你 可是銷售和工廠的製造就交給你 大中華市場也交給你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 至於你知道 現在馬斯克的重點 根本也不在特斯拉 他還有SpaceX 還有推特 所以在這邊 他也應該什麼 從特斯拉部分來做退位 而且很重要的重點 大家知道 特斯拉現在 應該說特斯拉的董事長 現在也不是馬斯克 他現在不是CEO而已 他從董事會被趕下來了 所以董事會也希望說 你不要一個人這麼愛講話 一講話 股價大家知道 今年度 特斯拉大概腰斬在腰斬 他竟然有分拆 可是分拆的過程中 你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分拆之前 大概接近快要400塊 到現在為止173 華爾街給他預估 目標價今年是150塊 所以還要太跌 為什麼 大家就知道 特斯拉現在面臨就是說 接下來的中國市場 他必須要打折再賣 所以今年度 大概已經讓了9% 讓了9%之後 其實今年度 接下來的一個銷量 已經沒有像之前一樣 現在說中國 大概一個月就可以拿到車了 以前訂的是一年多 所以現在華爾街對他的評論就是說 接下來的特斯拉 特斯拉是怎麼樣 空軍要開始慢慢回補 因為今年度放空特斯拉的 大概是大獲全勝 大概賺了 就大概幾乎一輩子 因為前兩年被嘎的太慘了 那馬斯克的這個身價也掉下來 不過接下來如果用軟體的話 有可能改變他的估值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 觀察特斯拉應該是 關他的軟體跟金融的收益 是 所以以後大家看電動車市場 這個國政哥 常青哥都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的車廠 現在他們觀念也轉了 我賣你一輛車 我沒有要賺你車的硬體錢 我要賺的那是整個生態系 還有未來軟體的一個相關服務的費用了 很像是這個現在蘋果在做的事情了 好 所以這個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當然會牽動我們投資的一個方向 給您大家做參考